疫情现在来势汹汹 不过台北市的大型活动 却正好是一个接一个 预计2月8号要登场的台北灯节 台北市政府今天下午就召开防疫会议 确定灯节续办不延期 不过每年都有的美食摊位 则会决定全部取消 减少民众拿下口罩机会 至于总统蔡英文 去年曾经买了18本新书的国际书展 也从2月延期到了5月 还有每年会吸引30万人次以上的国际动漫节 明天要登场 被外界质疑可能会成为防疫破口 柯文哲今天强调不会要求停办 不过建议参观的民众要戴口罩 而提早一天去排队的动漫迷 坦言说会担心 还爆料有许多同好干脆就决定不来了 动漫迷拿着行李箱排成长长人龙 台北国际动漫节31号登场 先冗罩武汉肺炎阴影 就抢完就尽快出来偷偷亲 南部的有几个案例出现 所以有几个南部已经不想上来 担心还是会担心 其实我本来意愿也不是很高 公司有叫我们要戴口罩 有点 连公读生也担心 动漫节网站 先丢肺炎懒人包 现场放告示 提醒戴口罩 提供酒精备战 进场前要量体温 只要超过37.5度 一律不准进场 毕竟预估参观人潮 30到40万人次 挤在室内空间 孔城防疫漏洞 密闭空间 然后要是跟你不认识的人 我建议还是戴口罩 会不会要求停办 不会 还有2月8号登场的台北人节 原本今年首度规划 东西区双竹场 尽管目前续办不延期 但疫情来势汹汹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这里有好喝的甘蔗汁 北市府前副发言人 宣解黄敬营 去年大卖甘蔗汁的画面 将不会再上演 我们尽量避免大家拿下口罩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把饮食的 有关吃的喝的这些摊位 我们把它取消 请启动 还有总统蔡英文 先前逛国际书展买18本新书 今年活动原本4号登场 也紧急决定延期到5月7号 但大型活动一个接一个 工作人员防疫恐得绷紧神经 介绍国强于林玉台华大